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把这个关键问题说出来 他现在是少数或者一部分 这个北美华人的眼中的敌人 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这篇文章你看吓得嘴里都进了 就一句 没有没有吓得 宋庆林哪有这么多 你要向我学习 越有人批评我越强 你知道吗 当然我道歉 但是你还不用道歉 我是无所谓 我更无所谓 没有什么关系 就像你说 我有什么所谓 对 我们批评你了 我们国家都这个态度不就好了吗 谁有所谓不就最好了吗 对 但是我跟你说 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们这样 无所谓的 有些个事关国格的人格的问题 很多华人都帮我们出头 或者逐格 逐格 对 这个北美的中国人 我觉得又站起来了 说不依不饶 就是说 前期咱们说过 那个小男孩 讲的杀死中国人 然后那个主持人 不是出来道歉吗 咱们中国人觉得 他们道歉没有不够诚意 他道了两次歉 然后是 昨天还是前天 他这个 ABC电视台又道歉了 又道歉了 但还是现在 答应把这个节目 就是儿童 这个圆桌 这个环节 干脆就删掉 就不要了 但是现在我们的要求 好像是要把这个主持人吵了 要把这个主持人吵了 然后呢 这个 说美国26个城市的华人 这家伙风起云涌啊 我很神往啊 规模很大 好像搞运动的一样 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图片 义军你可以给我们 讲讲这个英文 他们这说的是什么 他就说要教孩子要爱 不能够教他们去杀戮 对 这个说的是对的 这个说的对的 这个ABC 深深刻的伤害了所有中国 这个是对于种族的这种仇视 要零宽容 零容忍 你看这美国空气多好 这个天 你这关注你的问题 那关注 看什么都很好 我认为中国人 一方面抗议 他们不靠谱 另一方面 我们应该学学人家的蓝天 还有人家可以有自由表达的空间 对 教孩子去爱 而不是杀戮 咱们的孩子 对对 一脸正义 一个是要开除 那个主持人 那个主持人 还有一个说 杀戮不能是一个玩笑 他并不是一句玩笑 说哪怕是小孩 你看咱们都是有深意的 找小朋友举这块牌子 那一言言外之意是说 你就是那黑人小孩 也不能开玩笑说 杀死中国人 对吧 小孩也该懂事 富儒都都愤怒 这个这是中文了 华人不能沉默 这是给咱们国内的观众看的 是吧 是就是在那边 那义军 你为什么遭到了这个腕炮 骑鸿呢 没有我写了一些文章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觉得大家这个反应 它是这样的 他们对我有一个误解 第一 我不反对大家去抗议 抗议是要抗议的 我觉得因为抗议 它是什么呢 抗议是一个政治行动 其实我不反对 当地的华人 你是借这个议题 你想争取你的这个权利 你想去发声 我觉得这个都是对的 那么你至于说 你做到哪一个程度 你要不要借好 就说或者要怎么样 就是你们自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行动 纲领 有一个目的等等 但我想讨论的是 在这件事情背后 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世界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为这一句话 就感到受辱 大家用了受辱这个字嘛 对不对 为什么听到这一句 要杀光中国人 就暴跳如雷 或者觉得我就特别的受侮辱 要脸红脖子粗 跟人去闹这件事情 我是想说你们可以去抗议 但是咱们不要糟心 为什么我们的精神世界里 有这么一块窗疤 就那么容易被人刺激到 我是想讨论这个问题 结果很多人就认为我不爱国 或者说 我不爱华人 对不爱华人 你怎么能说他们不能抗议呢 等等 这美国人这样对我们等等 就把很多的东西都混在一起说了 那你说的那个 为什么我们这么不能 容忍这句话 就是受你的看法是什么 但是这样子 我觉得首先你要就节目本身来说的话 其实你要把他整个节目都看了的话 因为我都看了 他其实那个主持人也没有赞同 那个孩子说的话 而且呢 他这个节目其实不是第一次 搞这种孩子来谈政治 他是个常设的 之前对 之前他是拿过一个 美国的体育明星来开玩笑 他让就是同一帮孩子 当中的一个来扮演这个体育明星 就很就很搞怪这样去这样去讲话 结果这个体育明星也很不高兴 他也是暴跳如雷 结果呢我看美国的评论都是倾向于这个电视节目的 就跟那个体育明星说 你为什么不能笑笑你自己算了呢 结果他们还请了这个体育明星到他的节目当中来又聊等等 就算是完了这个事情 那么这回他第二次是惹到了这个中国人 他其实整个啊他当中我的概念当中你所谓辱华 如果你是这个侮辱性的话 你是说我们这个中国人笨中国人蠢或者什么怎么样 是带有这种话语 没有 他是说就我们欠中国人很多钱该怎么办 然后那孩子说 那么我的感觉他是在我们这个土豪金强大的实力年前感到羡慕 欠无基督恨 他是这种这种心情不是在这个侮辱你 我记得我们就是要这个央视著名的主持人这个白岩松啊 他就曾经说过中国过去叫做被打 因为你很就是你就是你很落后你被打 现在慢慢强大了这个崛起了 大家要准备好中国要进入了一个被骂的时代 你那么在全世界这个金融危机 大家都是苦大仇生的时候 你这个一枝独秀等等 你能不能容许大家陷无基督恨一下呢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经常就是说好像 我们我们在底下笑的很多 其实我们是会笑的民族 但是公开的笑似乎非常的少见 而且我们不太敢于拿自己来开玩笑 你的意思也不太受得了别人开玩笑 对对 甚至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以拿自己说一两句 但是绝不允许别人来开我们的玩笑 我觉得但这种想法我倒就是说 中国人听了觉得受辱啊 尤其美国华人听了受辱那种情绪 我倒反而能够理解 对对因为他们在当地的感受 跟中国大陆的人可能感觉又不同 跟我们在国内不一样 对他们可能日常生活也有一些 虽然说今天美国对华人态度已经非常友好了算是 但其实还是有方方面面 各方面可能有一些看不见的玻璃棚 他们会觉得不舒服 那第二呢就是 我这件事发生之后我也在想 为什么我也想跟你一样 为什么这叫受辱啊 比如说听说有人要杀光中国人 这个小孩说的话 我们会觉得那么生气 那么受侮辱 会不会其他比如说 如果有人说杀光英国人 比如说杀光德国人 德国人英文会不会觉得说 我们被侮辱了 不会那为什么我们会呢 然后我就在想还有哪些人套进这个人里面 被人说要杀光你们 他们会觉得很愤怒呢 还有这种犹太人 假如今天这小孩 他说是杀光犹太人 一样会产生这个结果 因为他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消息 我想的就是这点 就是说华人呢 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纳粹 在犹太人身上施加的集中营式的系统的 种族灭绝式的屠杀 但是我们这两个民族在某方面很相似 就是我们的历史记忆是一个创伤的记忆 被欺负过 对 由于现在华人的历史教育里面 我们不断强调什么百年国耻 你说的太对了 就是这个问题 我记得有一个美国的汉学家石景谦 他就讲过 他说为什么中国的历史课本 都是从现代驱入史开始的 为什么你们不从17 18世纪来开始教 那个时候的中国在全球舞台上 是一个更自信的国家 如果我们从那个时候来开始讲中国的历史 我们反而能够去思考说 为什么中国那时候是可以 后来不可以 这个过程我们会去思考 它有内音也有外音 我们现在从屈辱史开始教 整个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是被人打了 我们从那时候被人给欺负了 这种被欺负 被外者欺负的感觉 一块伤疤 就在身上去不掉 我是觉得 清朝就是从这个晚清的时候 这个八国联军 什么西方势力 就打开中国大门 这确实是个历史分界点 因为当时中国叫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以前我们清朝没有侵略过他们 这一直都闭关锁国 就是我是中心 这一下子就完全是被迫的 被迫打开 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绝对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 跟以前的古代中国 我觉得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更好的我们 更好的家 1986到2013 红星梅凯隆 二十七周年 丙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如极之水 汇软酒精 年份暖江 五井购酒 我的看法很极端 但是我是说 这个都不用说那么远 中国人的什么耻辱感什么 就说这个媒体 我对这个事怎么看 我支持人民运动 我先说 这个ABC 它绝对是该道歉 但是为什么呢 这个源于我对媒体的认识 我认为一切盈利的媒体 都有原罪 你比如说 你不是说教堂 或者说你不是说学校 学校可以判断观众的是非 对吗 教堂神父可以说 你这是不对的 你那是对的 但是盈利的媒体 就好比说电视台 你永远是错的 按照我这个极端的标准 你这个节目有争议 都不算成功 因为你不是艺术品 就像百货商店 顾客永远是上帝 拿见过说 顾客错了 顾客对你有投诉 甭管你对错 你先道歉 因为你只要是你的节目 比如说我假定 我的节目是为每一个观众服务的 我如果因为我的言论 让一个观众不舒服 某种程度上讲 我是应该对他道歉的 因为我拿这个玩意 我拿工资是干的服务性的 你是讨人欢喜 是讨人欢喜 我不可以冒犯他 不可以冒犯一个 好这是一个前提 这叫咱中国来说 美国的媒体文化是什么 我不了解 但是这叫咱中国来说 就叫你这个政策水平不高 就比如说 咱要有经验的领导 甭说什么开玩笑不开玩笑 这咱都清楚干那么多年了 有一个小孩说了句话 他说这个杀死中国人 有一部分人会理解成 这是个玩笑 哈哈一乐完了 但是你作为一个媒体的 咱就说有政策觉悟的领导 你这今天不管是中央电视台 还是凤凰卫视 为什么这领导他能当到领导 他这么多年磕磕碰碰 他就有这个敏感性 他知道在人群当中 有一部分人 哪怕是一少部分人 可能会对这个事情 产生不舒适 那么你身为一个节目 你就应该避免 你不能出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你既然出了这个事情 你道歉是必然的 但是呢 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 我就说这个所有的 你发现人类历史上 所有的运动啊 最后都在一个度上面 建出争议了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光华人 任何一个一种人啊 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真的这世界 包括公司 就是这样 很简朴的道理 甭管是对还是错 你知道吗 我逮着个理 我就要宣示我的存在 你们能重视我点 要不然 你还真就不把我当回事 你知道吗 我敢说 这26个城市 中国人这样起来之后 美国所有的电视台 将来他说话 说到中国的时候 必定会加一份小心 这就是你的成绩 对 可是我说 事情反过来 我们也要看到 我会看到 你想我们交朋友啊 这个就是说 朋友圈里 有一种现象 我不能说谁对谁错 你知道吧 你看 好比说文道就是一个 谁都能拿他开玩笑 说什么都行 文道就和和一乐 甚至别人觉得 怎么这话你都能听 文道也能听 那么我们朋友圈里 也会有另一位呢 他呢 敏感一些 或者自尊心强一些 他经常说 你比如说 我就说 你们谁都不能够提斗字 你们要能够提斗字 我就给你翻脸 好 以后呢 肯定朋友们都会注意 谁也不会想得罪你 对吗 发现你翻脸了 以后我们跟他呀 斗字都别提 是不是文字最好 也别提 涛字也别提 咱最后就别提他 你 但是这两种 我在我的朋友圈子里 会发现呢 有一种朋友呢 对 我们对你的尊重呢 可是事实上最后啊 大家有一些疏远了 大家就觉得 哎呦 跟他还是少说话 你不知道 碰着他哪根筋 但是相比之下 似乎跟文道呢 关系就会 水乳交融一些 因为觉得他 无所谓 那么你说这两种 你很难说 哪个是好 哪个是不好 我有时候 我觉得你说的 这个太多了 你要在 国际关系上来说的话 你像 那个穆斯林世界 我们看到了 你敢说他一句什么 现在也有很多的 抗议 甚至有一些 极端的状况 比如说以前 那个荷兰 有一个漫画家 他画了一些 这个画以后 后来被人割喉 是吧 有的时候 那个美国大使馆 也被人烧了 那个大使也死了 等等 那么但是抗议 说一者 他自己也有 很多的死伤 等等 这种极端的行为 确实会让人觉得 不好惹 咱们以后也不提了 但是我想问 这种极端的手段 就能让人尊重你吗 我觉得大家最多 觉得你不好惹了 算了 我不惹你 但是你说 你是不是赢得了 尊重也不好说 而且这种极端手段 相反是促进了 这个穆斯林内部 他们去反思 他们也会觉得说 这种手段 我们自己也看不够 我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烧 那个美国大使馆的时候 在埃及 他有一个报纸上面 他就登了一个漫画 他就说 就是然后 他就画一个人 他对着一个纸上面 一张纸上面 竖的这个中指 就发怒 满脸通红什么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只是 只是一部 拙劣的电影 就让我们 整个民族 这么愤怒 然后大家 抗议示威 自己人死伤 也挺多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是一个 易怒的民族呢 他们也会这样去反思 对 因为 的确这样子 就变成今天 比如说很多人 就觉得穆斯林群体 是个不好惹的群体 不能拿他们开玩笑 但这个态度 就像你们刚才讲的 其实不一定是 更尊重他 也不是跟他更友好 而是觉得以后 甚至可能有人觉得 当他不存在吧 就在我们的言论世界里面 就不要碰他 不要提他 假装的是一个 有缺失的一块 其实是因为 我们心里 一直有一个疑惑 就是 你是不是真的 心里而理 瞧不起我 我觉得这个 是 你包括我们 很多中国人交朋友 我不是原来说过吗 我发现他们最关心的 是你瞧不瞧得起我 有的时候 你表面上瞧得起我 我还要去追究 你心里是不是 瞧不起我 你装的瞧得起我 是不是有这么一种 这不光是中国人吗 但是中国人的问题 就像我们刚才 来讲我们跟犹太人很像 是我们的记忆 历史记忆 充满创伤 而且创伤成为一种 屈辱成为一种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在美国生活过 他们有人说 说美国说是什么平等 实际上白人 骨子里都瞧不起黑人 那么他们有没有 骨子里瞧不起华人 我听过的一种讲法是 到欧美去 去留学回来的人 都更爱国 那我身边也就是 有这样的例子 出去之前 就是觉得中国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特别向往西方世界 去了十几年以后回来 我觉得他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没法交谈有些话题 一说中国 他就特别的爱国 就特别 就你没法谈 那但有人说呢 到香港来留学的学生 回去倒不一定是 这样一个状况 因为在香港 大家这个 其实没有那么的明显 但现在可能有点变化 那所以在我相信 那在欧美这种 你看不见的这种 玻璃墙也好 这种隐性的歧视 一定是有的 我相信是有 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华人上街去抗议 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 就是做到哪一个度的问题 还有就是 我觉得不光是 中国人有这个问题 你像我就发现 这种曾经有创伤 然后现在崛起的国家 好像都有这种范儿 比如说像土耳其 我跟土耳其人去交往 我就觉得他们就是这样子 他会说他们国家 怎么怎么好 好到就是天下第一 就像有时候 我们拿这个韩国人 去开玩笑一样 他们觉得我们怎么好 你跟他一说 其实你们的这个GDP增长 不是全世界最快的 什么接受不了 对 然后你看他们的那个总理 他在这个国际场合 也经常会表现出 那种冲冠一怒 那种感觉 那时候在那个达沃斯 他说人家给这个 这个以色列总统 讲话的时间比他的要长 他就把这耳机摘 什么达沃斯 以后我不再来了 然后他一回国 大家英雄般的欢迎 阿拉伯世界都疯了 这欢迎 但是他这种冲冠一怒 背后有政治计算的 人家知道我这样一做 在穆斯林国家 我就是一呼百应了 人家是背后有考量的 是 所以 那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南越第一人读后 以男人感为天下先 从孙中山与叶问 导客家菜和功夫茶 与交融处建精神 一览别开生命的人文分物质 印象领安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你可以这样逛 也可以这样逛 你可以买这个 也可以买这个 云商苏宁 融合线上线下 创新购物体验 云苏宁 购物界 妇科炎症一反复 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牌盆盐浸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妇科炎症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牌盆盐浸胶囊 我倒想其实回头讲讲 那个主持人Kimmel 我觉得他要道歉 他公司要道歉 华人出来抗议 这都是对的 但是是不是要炒掉他为止呢 或者要炒到 那个处分要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我就不知道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是同行啊 理论上 我们同行人啊 其实我会有点理解 他当时那个状态是怎么回事 就像文涛光来讲 那叫政策水平不高了 但这个政策水平不高呢 他又很含糊 因为你这个环节 是个儿童说话的环节 小孩说话就叫童言无忌 那平常小孩说话 他在那个节目里面 就本来就是小孩该笑谁就笑谁 该骂谁就骂谁 他也都顺着乐的 那么到了这一步的时候 你看到他那个态度 回看那个态度 其实他听到那句话 他那个反应 我觉得是有点慢了一下 对 他那个反应怎么慢了一下 这话 如果今天是个大人讲 我觉得他反应那个政策水平 一定能把握 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就立马斥责 然后大家就鼓掌 而不是要吵掉他了 但一个小孩 他就慢了一下 这事该怎么把握 该用个成人标准出来 政策以待呢 还是说小孩就瞎说话 像哄儿童节目主持人那样 哄着他 哎呦是吗 我觉得他就逆散念之间 他一下用了这样的一个态度 就哦 是吗 都杀光他们吗 他是这么说话 对不对 所以而一个主持人会 再有经验的主持人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我非常能理解 就我们这一行啊 就可能你 他做十次类似的节目 都不会犯错 就有一次 他不晓得那天 可能没睡好 或者怎么样 就一下出了这个错误 所以我想讲的是说 这个错误 不一定像我们很多人 以为的那样 是个什么根深蒂固 他骨子里就是瞧不起欢 真的会发生在某些很临场的状况 但是你知道 你看这又涉及到了一种中国人的文化 就那天我还讲 这叫检查文化 就中国人会觉得 道歉和认错 那是不一样的 就是或者表面的认错 和你灵魂深处闹革命 你真的认识到你错了 那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你这个什么 那该怎么办 让美国人的灵魂深处感受到我们的强大 你这主持人说的是什么 你说如果你们觉得受了伤害 我道歉 这不符合中国人审查检查的标准 这叫什么话 什么叫如果我觉得 你得说你错了 你认识到你错了 对吧 你检讨到灵魂深处 你就是犯了价值观的错误 这全是源于你从小没有好好学习 这还是什么主意 对吧 你今天犯这个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如果你们受到伤害 我道歉 那你这就道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